第575集 这一次终于没有再出现问题 伴随着所有蓝色气流 全部注入到霍玉浩左臂之中 他的左臂也变成了淡蓝色 虽然没有双腿看上去那么恐怖 但也是平静地贴在床上 一动不动 失去了原有的活力 霍玉浩长出口气 疲惫地睁开了双眼 看着泪眼朦胧的王冬尔和玄老庄老 他勉强几垂丝微笑 看我成功了 我一定会尽快恢复的 魂力形变全身 在体内完成了一个小周天的运转 虽然没有双腿和左臂 不能再运行大周天了 但这小周天也让他的修为恢复到了七成 胸腹刚刚被庄老贯通的经脉都在魂力的温养下 在生灵之间的生命气息滋润下 以惊人的速度恢复着 他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将体内的那些较小的阻塞经脉疏通开 这样修为就还能再恢复一些 身体也会更好一点 说话的功夫 霍宇豪右手按床 挣扎着就要坐起来 王东尔赶忙上前去扶他 他却摇摇头 依旧坚持自己挣扎着起身 这对于他以前来说 不过是再简单不过的动作 此时却选得那么艰难 身体一点一点被撑起 胸口处巨大的伤口依旧存在 只是表面已经多了一层血膜 我一定会代表他们参战的 你这小子 玄老叹息一声转身而去 庄老则是微微一笑 好好休息 想要参赛 就必须把身体恢复过来 双腿记得每天要自己按摩 就算不能动 你也要推动里面的天地原力律动 增强身体的活性 幸好你是极致之兵 而不是极致之火 否则你的琴脉早就毁了 极致之兵本身就有保鲜的效果 保守估计 半年之内 你的双腿不会有太大问题 过了半年就不好说了 你记住 无论如何也不能拖过一年 否则的话会有大问题 知道吗 是 庄老又是叮嘱了他几句 出去了 这次治疗对他启发也是不小 霍宇浩这种特殊的案例 他要尽快地记录下来 以备以后出现时 还有治疗方案 虽然霍宇浩现在三肢不能动 但这次治疗 却可以用完美来形容 成功了 霍宇浩的生命危险 也终于消失了 将庄老送走 王冬尔又仔细地询问了 事后霍宇浩都有什么注意事项 然后才重新回到房间 才一进来 他就忍不住飞奔到床前 突如霍宇浩的怀抱之中 霍宇浩用自己唯一能动 却依旧有些颤抖的右臂 轻轻地搂着他欣喜的腰支 傻丫头 你看 我这不是好起来了吗 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可不能哭哦 这都是你 事后的好 不过 你可是瘦了 都皮薄骨头了呢 一定要健健康康的 这样你才能帮我恢复 王冬尔不断地答应着 泪水却依旧像断了线的珍珠一般 不断滚落 冬尔 关于王秋尔的事 我可以向你解释一下吗 霍宇浩试探着问道 有些事情 他觉得还是要告诉冬尔的好 譬如 他和王秋尔也能进行武魂融合这件事 以免以后再出现什么误会 宇浩 我不要听你的解释 也不需要你解释什么 以后 无论什么事 我都无条件的 百分之百地相信你 你已经向我证明了 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 你这么说 你父母可是会伤心的啊 不一样的 父母之爱和你对我的 怎么能一样呢 而且 他们这么多年 都没有回来看看我 好好 不哭了 扶我躺下歇会儿 从这天开始 霍宇浩的恢复进入正轨 在王冬尔的帮助下 他又用了三天时间 将体内所有阻塞经脉 全部贯通归位 然后开始了身体机能的恢复 得知他能够参赛的好消息 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五人 大喜过望 要霍宇浩和王冬尔归队 他们才是真正的史莱克七怪啊 一张木制的 完全用黄金树树枝 做成的轮椅 在第十天的时候 被玄老送到了霍宇浩面前 虽然玄老的脸色 依旧不太好看 甚至也没给霍宇浩什么好脸色 但他对霍宇浩的关爱 霍宇浩完全记在心中 距离全大陆高级浑室精英大赛的时间 越来越近了 唐门一试听 以贝贝为首 史莱克七怪悉数到场 除了他们七人之外 还有负责浑导器研究的 唐门副门主薰子文 刚刚加入唐门不久的莫宣 以及幽灵武魂拥有者 近战浑导师娜娜 再加上纪绝尘和金子言 唐门所有高层全部在座了 薰子文的加入令唐门发展进入了高速期 尤其是在史莱克学院的支持下 每周浑导系那些学员的三天实践课 全都是在唐门上的 在唐门地下由薰子文亲自指导建工 唐门地下工厂已经开始建造了 建造规模相当之大 完全仿照明德堂的修建方法 唐门的高速发展 令目前的各种设备已经跟不上节奏了 而且地方也小了 经过薰子文提议史莱克器官商量 在加上与史莱克学院的商谈之后 最终决定启动这个巨大的地下浑导器制作工厂 史莱克学院浑导系那边虽然扩建了 但那里毕竟主要以教授学员为主 很多事情是完全没办法保密的 一些高端的浑导器更不可能在那里生产 史莱克学院经过海参阁会议商议之后 决定全力帮助唐门完成这个秘密工厂的建造 唐门本身就是在史莱克城内 工厂也在 对于史莱克学院 未来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在几次商讨之后 史莱克学院出资金和人力物力 全面付出唐门建造这座地下工厂 但同样的 史莱克学院也选择占据唐门49%的商业股份 也就是说 未来唐门的所有收益 有49%是属于史莱克学院的 但抉择权依旧在唐门 当然 作为唐门的第一大股东 在唐门有任何重要事项要决定的时候 史莱克学院都将派人旁听 同时唐门也有一人列席海参阁会议 原本贝贝是打算借助这个机会 恢复霍宇浩在海参阁会议席位的 但却被霍宇浩几眉弄眼的悄然拒绝了 他拒绝的原因很简单 他有信心凭借自己的能力 重新回归海参阁会议 而唐门的这个人选 却相当于是多亿人进入海参阁会议啊 唐门未来有两人在海参阁 岂不是更好 最终还是贝贝作为这个人选 参与海参阁会议 唐门和史莱克学院 也以这种最紧密的方式结合在了一起 地下工厂工程好大 当初明德堂的建造 就用了十年时间才全面完成 唐门的地下工厂 如果用十年时间就太久了 在这个时候 史莱克学院连宣子文都被震惊了的强大潜能展现了出来 史莱克学院方面 派了二十多人的辅助建造队伍 有了这二十多人的加入 宣子文在当天就被震惊的目瞪口呆 他也第一次认识到魂导师在某些方面和魂事的巨大差距 史莱克学院派来的这二十多人 是以玄老亲自带队的 一水的图属性武魂拥有者 紧接着 玄老就让宣子文见识到了滔天神牛的恐怖 仅仅用了一天时间 一个巨大的地下空洞就被玄老自己一个人通过强大的实力挖掘了出来 而且没有任何多余的土被送出 所有的泥土都被他用强横无比的魂力全部压缩在洞壁处 将这个巨大的洞穴弄得固若金汤 墙壁尖若金刚 要知道挖洞这个工程是最困难的 当初明德堂建造时不但要考虑地下的各种情况 而且因为本身时间并不急 都是用普通工匠来进行 单是挖掘都用了半年时间 再加上加固 整体构造完成就用了一年多 而这些工作玄老就用了一天 然后玄老就把其他土系的这些魂师留给了轩子文 自己喝着酒飘然而去了 这些拥有土属性无魂的魂师之中 有三位封号斗罗 六位魂斗罗 剩余的修为最低的也是魂帝级别的 有老师 有内院学员 有了他们的加入 只用了二十天 唐门地下工厂内部的整体构造完成 包括通风系统 水系统全部构建成功 进入魂导灯的安装调试过程 接下来的工作就要复杂得多了 关键是各种魂导器的建造 这同样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但随着整体结构的完成 只有辅助魂导器制作出一批来 地下工厂就可以开始运转了 原本唐门后院的那些辅助魂导器 全部被搬到地下 正当薰子文准备开始凭借记忆 汇植各种辅助魂导器的图纸 霍玉浩的身体已经好些了 就在前天来到了他面前 把一大碟图纸放在了他的宣老师面前 宣子文虽然是明德堂当初最好的研究员 但他也不可能知道所有魂导器的图纸 毕竟每一件精密的魂导器 都要经过长时间的设计与实验才能完成 按照他原本的计划 对于这些辅助魂导器的开发和制作 就算是他也要用三到五年的时间来完成 这还是他自认为记得其中超过三分之一 以胜辅助魂导器图纸的情况下 可霍玉浩却给了他一份大大的惊喜 当他看到那一张张无比详尽的图纸时 看到几乎所有辅助魂导器全部在裂后 这位决定聪明的八级魂导师 送给霍玉浩的是一副目瞪口呆的表情 同时也送给霍玉浩一句话 我终于知道 你小子去交流学习是干什么的了 在这些有力的帮助下 轩子文放下敖盐 一年时间内 他要让地下工厂全面运转 最多三年达到明德堂的水准 当然前提是有足够的物资补充 霍玉浩将自己带回来的所有珍稀金属 都给了轩子文 与此同时 史雷克城的庞大财富也开始发挥作用 对于唐门地下工厂的投入 史雷克学院控制着的 史雷克城内几大商业协会 毫无保留的轻轻投入 大量的珍稀金属 不断从大陆各地收购而来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 大陆珍稀金属的价格上涨了10%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至少史雷克奇怪是没时间关心这些 因为他们马上就将出征 而眼前的这场会议也是他们在战前的最后一次会议 薛老师 我们地下工厂那边就拜托您了 嗯 薛子文答应一声却是低着头 不知道在琢磨什么 就坐在他旁边的霍雨号分明看到 薛老师眼神中满是火热之色 眼底甚至还有血丝 以他为主 重铸一个明德堂 当初这个提议才刚出来的时候 薛子文就兴奋地跳了起来 对于一个昏导师来说 还有什么比最好的制作昏导器环境更重要的呢 为此他甚至答应了每周去使那个学院昏导器讲一堂课 这会儿他指不定又在琢磨着什么昏导器的制作方案呢 贝贝道 我们明天出发 我们七人加上娜娜一共八人 继兄莫兄 紫妍姐 你们留守堂门 我们新一批的诸葛神怒炮 已经列装上十来个城了 除了定装昏导炮弹以外 其他的昏导器制作全部暂停下来 给地下工厂建造上路 少则一个月 多则两个月 我们就会回来 家里 就拜托各位了 不行 贝贝的话才刚说完 立刻就有反对声音出现 说话的可不正是金紫妍吗 紫妍姐 你有什么问题吗 贝贝询问道 金紫妍看了眼身边的季爵尘 比赛 我们也要去 超过怕什么 反正在那里会有大量的浑石聚集 而且我们对明都也熟悉 去了可以帮你们做些事情 也可以保护你们啊 可是 你们的年纪不是已经超过了吗 金紫妍和季爵尘早都过了二十岁 超过了参赛年龄 那又怎么样 这么好的机会 反正我们是不能错过 而且 你看你都这样了 总要有人帮你推个轮椅什么的 对吧 保护我们 我看 你们俩是打算去惹事的吧 贺语后太了解这二位了 这二位要是到了明都 毫无疑问 肯定是到处找人挑战 来磨练自己的修为 嗯 我推 拒绝陈说话 依旧是那么简单 他眼中的执着目光 却告诉了众人他的决心 这二位 主使是让贝贝有些头疼 自从加入唐门以后 他们就没有闲着的时候 不是找这个挑战 就是找那个拼一场 弄得大家都躲着他们走 尤其是季爵尘 他那建议练得是越来越强 就算是贝贝徐三十 现在跟他战斗 在纯粹七粗的情况下 都已经很难胜他了 点真是 计划